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告诉您如何避免危险 首先来看我们的报道 沙伦海边卷起两公尺大浪 才刚发生国中轩溺水死亡 就有这么一群年轻人 从桃园北上说是要来玩水 有看新闻写说有人溺水 有啊 为什么还会来 因为就夏天就是要来海边啊 我不清楚这件事情 所以这边有轩道吗 可是外面好像也没贴那个啊 说没看到警告 其实入口处大大看板写着禁止游泳 轻呼的态度令人捏把冷汗 其实这几天涉险玩水的人还真不少 消防局只好在海滩中间设置紧急巡守站 小朋友蹲着堆沙 海巡人员赶紧确定 没多久又跑回去 因为触目所及 海岸线就有1.6公里 仅有一个紧急站如何防堵 你们细水的底线到底是什么 这部分呢 这部分比较困难 对啊 其实 它设计规定的话是禁止游泳 那那个攻防部分的话 因为之前有发生出事情 所以我们底线的话就是 原则上不要碰到水 一点无奈只能说防不胜防 对于沙伦海滩一再夺走性命 新北市这一次撂下重话要开罚 未来在这道墙设保命防线封锁入口 民众擅自进入不听劝 最高可罚两万五千元 只是执法再怎么严 执法游泳可没禁止细水 这样的做法效果如何 还要再观察 每到夏天呢 细水意外就会发生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 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 分别是中华民国风筝冲浪协会的总干事 沈曼仲 沈总干事您好 您好 主持人您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一位来宾是新北市消防局的 灾害抢救科的专员 盐一家盐专员您好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是 首先想要请到总干事 那天您也是在现场救人的一个英雄 能不能谈一下当场这些学生 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而且据说您是在之前 都有提醒过他们 不要去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是属于危险的区域 是的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 就是在当时 我们在做教育训练的时候 突然有两位学生就走过来 他们看起来就神情很疲惫 走过来说可不可以帮我们一下 我们的有同伴在海里面游不回来了 那当时我就说在哪个地方 他已经有点恍神了 他就说不知道 那我就问他说有几位 他说有十位 我一听我认出了 我想说怎么可能有一次十位同学 我再问他一次 在哪里 他说他不知道 然后我再问他说有几位 他说十位 我回头一看 我竟然在海面上看不到半个人 那当时呢 我就问他说大概在哪个方位 然后呢 就当时我就立刻请在旁边的其他我们的 就是伙伴 一部分的人去另外一边去叫人来帮忙 另外呢 一部分的人赶快报案 那当下我就拿了个风筝 风筝的装备就赶快冲下水去 在这个过程我就看到有一个人已经在大概 拘案大概三四十公尺的地方 已经沉到半沉在水里了 就通知伙伴先把那个人拖回来 然后呢 我们再赶快出去 就是到夏丰出去叫其他同伴 因为我一想到我一个人怎么可能带其他的九个人 所以在当下我就冲到夏丰出去 赶快请其他的同伴一起到外海去搜寻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搜寻到了三位还漂浮在水上 所以是 也就是因为他们是漂在水上 所以才被救起来 是的 这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 当时我们发现他们的时候 这些小朋友其实他们都已经 就是只剩下一个 只剩下头漂浮在水面上 感觉上就是已经没有力气了 当我们靠近他的时候 他基本上连伸手求救的力量都没有了 那距离外海 距离岸边已经有两百公尺远 所以他们就是遇到很强的一个离岸流 那这个过程呢 就是很短的时间 因为从我们发现他们到外面 这个因为我们的载具 活动机动性很高 所以大概也只花了 不会超过一分钟的时间 就到他们的身边去 那但是我怀疑 事后他们有在提到说 他们是12个人在水里玩水 我们其他的风筝同伴 也曾经劝导他们赶快上岸 不要那么深 他们是在玩 大概在水中细水 就是玩手牵手冲浪那个跳浪的游戏 那我们同伴有过去说 他们说不要太深不要太深 有警告过他们两次 那所以当第一时间我呼叫他们的时候 他们大概就知道 我手一比 我说这样子赶快往外比 他们就知道有人溺水 所以当时我们就赶快冲出去 那当然这个 他们这些能够被我们发现的这些小朋友 基本上他们还保持一个 就是说头部能够向上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在遇到危急的时候 是的 最正确的反应 基本上他们可能也已经筋疲力竭 不过他们也是尽力保持头部在上面 而不慌张 是的 总监迅您刚刚谈到这个离岸流 离岸流对感觉是什么 我们眼睛看得出来 我们在海面上看 我们看得出来是离岸流吗 好的 他会把人往外面带是不是 往岸外 是的 因为发生的时间很短暂 这两位来寻求我们 事后我们了解 这两位来寻求我们帮忙的这两位 他们也是自行游上岸 在游上岸的过程 他跟我讲十位 其实还有另外两位 他们也是利用时间 就是说也是用尽力气游回来了 所以还有八位困在水中间 那这里我也带一些资料 这里是可以看得到 这是从空中看到的图面 这个就是离岸流的部分 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这个是沙滩的部分 这是海洋的部分 当海水冲上去的时候 当它流出来的时候 是在一个很小的区块流出来 这张更明显 但是这个东西是从空拍图拍下来的 一般民众很难得 从这个角度能够看得出来 所以在这个地方 大概一般的民众 如果说在碗水细水的时候 大部分的民众 一般 询问大部分的民众 一般都会选择比较平缓的区域 也就是说 大家看到B的那种海水 B区感觉好像是比较平缓 会比较在这细水 其实这个地方是最危险的 为什么 因为它在平缓的背后 就是隐藏了一个杀手 就是离岸流 什么叫做离岸流 在那样子的海的那个样子 就是有离岸流的地方 一般来讲并不见得都是 但是有一个测试的很好的方法 就是当我们走到水里面 大概超过西 踩在沙滩 就是说到膝盖的深度的时候 如果有很强的一个流带出去 那一天的潮流就蛮强的 那再加上如果说 它有隐藏的离岸流 因为这本身是看不出来的 那就有可能发生危险 如果尤其你水性不好的人 如果说不能在第一时间 赶快回岸上 因为溺水的时间是很快的 你只要一慌张 最怕的就是慌张 如果一慌张 可能乱了掉 它就溺水了 那待会再跟各位大概介绍一下 这个所谓的离岸流 它是大概是怎么样子的一个状况 好 我们先请教一下 这个严专员 这次这个学生这个获救 就是因为他们有几个 会想要把自己漂浮在水上 那您也会跟我们谈到这个 比如说要救溺的一些 自保的方法 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是 像有时候像沙伦海水浴场 会发生溺水的案子 通常都是踩空 或者是被带出去游不回来 那一紧张又容易吃水 所以就像我们总干事所说的 一定要先用氧飘 先确保自己能够镇静 吸得到空气 所以我这边刚好有带我们一般 我们消防队在跟民众做宣导的部分 如果在一般遇到 水中遇到有吃水的情况 一定要保持镇定 然后赶快先让自己的身体漂浮起来 就是我们常见到的水母飘 对 水母飘 那如果是因为抽筋呢 因为有时候在溪流的部分 它有时候岸上的水温是高的 可是往深的地方往的时候 会遇到比较冷的部分 所以容易抽筋 温度的变化会让身体抽筋 所以这个部分抽筋的话 如果小腿抽筋 有小腿抽筋的自救 大腿抽筋有大腿的自救 那重点就是吃到水的时候 要保持冷静 会呛到一下 但是先做个水母飘 让自己身体浮上来 然后找空档来呼吸 这是这个部分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 像刚刚提到说 如果同伴发生溺水了 我们要怎么样去救 那这个部分也是我们一直在跟 学童宣导的部分 救逆五步 叫叫身抛华 对 那这个叫叫身抛华的部分呢 在我们这边 有五个步骤 救逆五步 第一个叫是什么 大声呼救 救命啊 救命啊 第二个叫呢 就是呼叫119 可以请别人来帮忙 赶快打电话报警 先让大家知道说你出事了 第二个 同伴赶快去请别人来帮忙 第三个呢 就是伸 是什么 利用可以伸藏的东西 借物救生 像救生杆啊 伸过去给它抓 抛呢 就是抛一些可以浮的东西 像救生圈 或者是宝特瓶 那滑呢 就是如果真的 很危急的时候 有船艇或者是 比较好的救生圈 滑过去 然后把东西再递给他 有时候长度不够的话 伸 这个长度不够 要滑过去 然后再把符具 递给我们的逆者 这是我们的救逆五步 刚刚谈到这个 大型的这个飘具 可以滑过 大型的符具 滑过去救人 那我想到说 这一次这个 风筝冲浪协会 因为你们可以在 即使有暗礁的前海 你们还是可以过得去 会比一般这个船艇 这个跑出去的 机动性来得强 所以也是就是好像 这次消防局也觉得说 可以把冲浪协 风筝冲浪协会 纳入一个救难的一员 那谈一下就是 因为你们常常在 这个水上面活动 所以对于这个风浪啊 或是水 这个水啊 潮汐的改变 一定是比较敏感的 那你们通常是怎么样的判断 然后怎么样来活动 给大家一点这个经验 那个分享 好的 我想重点 这个我先放在一个 刚才专员所提到的一个 第一个叫 这一次发生的原因 在第一时间的时候 这两位来寻求支援的小朋友 其实他们大概是体力 已经透支了 在第一时间 他们并没有说 很大声的喊呼救 那当我们 当他来跟我们讲的时候 是说 只是说他们的朋友在水里 我觉得不知道 有没有措施第一时间 不过 你并不知道他上来到 找到你们中间隔了多久 是是是 不过还好 在外面救援到的这几位 他们保持体力 尽量漂浮 有确实做到 刚才专员所提的 这个求生的一个基本技能 我觉得学校教育很重要 应该从学校 从年轻的时候 就必须要强调这一点 想想看好了 很多父母亲都很重视 小孩的国语数学 考一百分或怎么样 都很好 英文讲得满口流利的英文 但是只要在遇到 溺水的时候 你如果没有办法 懂得如何漂浮 如何自救 你的求生分数就是零分 将来你遇到溺水 能够生存的机会就很低 这一次 这次三 有一位 第一位就拉上来 其他的三位 我们在外面 大概距离两百公尺的地方 把他们带回来 他们都冷静地保持 漂浮在水面上 我相信这也是他们 在第一时间 能够被我们发现的主营 那很不幸的 其他还有另外四位 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冷静 在第一时间 因为溺水 都是瞬间发生的 所以应该是从小教育 国小国中 政府应该加强 在这一方面的防疫 就是训练 或是教育 知识方面的一个训练 加强 大概多深的这个海 就已经不要跑去玩了 因为游泳跟细水 是两件事 他们是属于细水 他们是去玩水 他们不是去游泳 通常这样子到多深 就不应该再跑 因为他们好像离岸 还蛮远的 一百公尺 其实很远 他们就是被 这个离岸流带出去 他们是完全是 被离岸流带出去的 因为他们在漂浮的 过程当中 因为短短那几分钟 不可能跑到 那么远的地方 那所谓的离岸流 在这里呢 这个图表呢 这里就很清楚地 看得到 什么叫离岸流 离岸流就是 我们在沙滩 这个黄色部分是沙滩 但是有部分的浪 它打进来以后 流出去的速度 它会特别地快 各位如果说 应该是再去看一下网络 网络方面 有很多相关的知识 那就是Rip Current 它可以去 甚至有影片跟你讲 它是怎么样形成 怎么样发生的 那如果说遇到离岸流 怎么样子知道呢 当你被流带出去 一发生刚才专员讲的 踩不到底的时候 千万不要慌张 这个时候你先冷静下来 就是调好呼吸 先看看是不是一直被往外带 只要是被往外面带的话 你就千万不要往里面游进来 因为往里面流进来的话 你绝对游不过它的 只是消耗你自己的体力 那你有什么样的方法 你放轻松的话 它到最后 它一定会到 往两边跑 绕圈圈 或是在中途的时候 你就往两边逃跑 就跑到旁边去 跟海岸线先平行 你会边观察看海岸线旁边 你是靠近岸边 还是往外面漂流 如果还是往外面的话 再继续往前一点 你会发现它会往岸边 靠近的时候 你再游进来 它发现 所以你到那个地方 可以游进来的时候 再游进来 所以在网路上面 有很多这样的影片 各位可以去 大概看一下怎么样救法 那至于离岸流 它会是怎么样子产生 在这里有一个介绍 为什么会有离岸流 因为在这个地方 这里就是海边的沙滩 原则上在海床的部分 都应该是屏的部分 但是它有部分叫裂缝 所以英文的翻译 它叫rip current 它有裂缝流 那因为这里有比较低 这边比较高 所以海流全部灌进去以后 它相对的会从比较 这里比较 就是像一个出口 会从这流出来 所以人如果深陷这里的话 很容易就被它带出来 冲浪客 他们懂冲浪的人 他们就会利用 这样子的离岸流 来把人就滑出去 减少他们滑水的力量 那至于水多深 是叫做危险 其实每一个小朋友都应该 不管成人小朋友都应该评估自己的游泳能力 一到了海边 如果你要下水 尽量就是穿救生衣 除非你知道你是一个很厉害的泳者 很会游泳 否则都建议穿救生衣 也避免造成其他人的困扰 是 专员谈到这个海边 穿救生衣 现在这个砂轮要关闭 所以根本也就 以后就不能下水了 目前砂轮的海域 其实不是只有漩涡 离岸流 其实当初会关闭 砂轮海域 其实是有重金属的污染 所以不是只有这个问题而已 而且我刚刚也要补充一下 其实也不是因为海域比较深 就是代表危险 其实会造成溺水的 不只是深 会踩空而已 包括温度 温差 所以会抽筋 另外一个是什么 漩涡 就刚刚提到的离岸流 很多不懂的人 像我们消防在救灾 其实是受过一些专业的训练 除了救生员训练 还有急流救生训练 难免会遇到急流 会涡流 那我们怎么办 我们就像刚刚我们 Kevin总干事说的 顺着流 赶快找缝隙 找出口 赶快游出去 然后寻找到比较相对安全的地方 而不是去跟那个漩涡流来做抵抗 这样子是 人的力量是有限的 没办法抵抗过大自然的 所以其实很多危险的因子 包括有些人只是走到岸边 他连踩水都没有踩水 但是为什么 因为岸边有青苔 打滑就落水了 所以其实不是只有深度而已 很多的因素有漩涡 温差 那总归而来就是大家不熟悉 台湾是一个四面环海的海岛型国家 可惜我们在海洋教育 溪流教育这个部分是很欠缺的 对 所以这个部分可能也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 那以后这个 要把这个海水浴场关起来的话 会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 让大家知道说你不要进来 因为我觉得这个海岸线真的很长 海水浴场有太多地方可以进去了 要怎么样来防范这样的事情 像这个部分我们目前市府 动员了观光局 经济发展局 还有我们的淡水区公所 还有警察局 那除了在外围 把一些漏洞 海岸线 关闭海岸线的漏洞 微补起来 但是有流出口 那主要是有树立告示牌 告诉大家说 这个地方是很危险的 然后请不要进去里面细水 那有告示牌 有围览以后 我们还有防逆巡逻 线上有动态的防逆巡逻 有警察 有消防 还有我们的海巡署的暗巡大队 那另外还有注点 因为我们在巡逻的时候 有时候民众可能会趁空档 趁虚而入 所以我们其实有设一个防逆警戒站 是由我们消防 还有我们的海巡署 来联合进驻 那只要有发现民众 进去里面玩水的部分 碰到水了 我们就会赶快先吹哨 那我们就秉持几个原则 第一个就是强力巡逻 第二个就是积极劝导 那劝导以后屡劝不定 第三个就是违规一定开阀 毕竟人命关天 是 谈到这个沙伦 它这个是有点危险的 因为你刚刚说 它有些暗流啊什么 它早就在列在我们台湾 这个十大的危险海域 还有哪些可以帮我们补充 说明一下 这边刚好有整理出台湾的十大危险海域 那我们可以看到 像基隆的和平岛 石门 石门的这边白沙湾 抱歉 那像我们彰化 完工渝港 台南的安平港 以及我们花东的七星潭的部分 那这些其实 它其实看起来风平浪静 没什么浪 可是有时候就是因为我们不熟悉 或者是民众轻忽了它的危险性 所以会造成溺水 那这边也是借指呼吁大家说 尽量去有救生员 进驻设障的地方玩水 因为救生员会进驻设障 表示我们把风险 相对的把它降低了 而且第一时间你在呼救的时候 马上就有人过来来帮你 以上 是 总监事我知道这一次这个 还好第一时间有找到你们啦 所以第一时间可以救上来这么多人 那你们平常在那边训练 为什么会在那个地点 它那个地点是 因为一定要有一定的深度 你们才可以来做 还是说它的潮风非常大 所以让你们可以把这个风针 这样带上去 那个地方是 本身就是一个危险的地方 是不是 让你们可以 没有 风针冲浪本身就是利用风力 来带动风针 然后提供一个动力来采板滑水 那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是一项 需要风量够的地方 但是偏偏就风大的时候 风大就会起浪 有浪就会有流 所以其实我们玩风 就是说在风针冲浪的时候 常常也可以碰到有些民众 其实他们已经有点流到外面去了 我们也曾经帮过很多的人 被这样流出去 但是在帮他们把他们拉进来 只是说因为这些人 都没有发生过事情 所以就是很多人 就是带他们进来而已 那相对的就是说 因为这个环境它必须要有风 所以常常就是 我们也只能选择沙滩的地方 做训练 所以就是说当天 我们是选择是带沙轮 所以海边风大浪大 就是一个危险的因素 那通常你们要怎么样判断 比如说像我们台 还有教我们说 我们玩细水的话 注意这个海象是涨潮还是退潮 这时候你们要怎么样判断 这个要感谢中央气象局 现在都有很多的资讯 涨退潮的时间点 它都很清晰地标示出来 每一个台湾各海域 每一个地方它都有这样详细的资料 涨潮资料 退潮资料 浪高这些相关的资料 风力的资料都有很清楚 中央气象局都有 所以其实如果要去海边玩 自己还是要做一点功课 你要了解你自己到那个地方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是的 您刚刚说其实已经救上来很多人 就是常常就是发生 它带出去这种情况 是的 对于这次可以赶快加入这个 把它救回来 虽然你们一直觉得很遗憾 说因为有一些孩子还是往生了 可是这次可以 大家这么借重你们这个救灾的能力 那未来你们有没有想打算 也要一起发挥一下这样子的功能 其实我们在各地有很多的会员 有很多的就是风筝冲浪的这些同好 那其实在各地都常常有听得到 救援的这些行动 只是说像之前在新竹 这些都发生大概不到一个月内的事情 最近的一两次 一次就是在上一次永安渝港 曾经发生一部游览车救一个溺水者 后来又用救护车又被撞 那一位也是被我们风筝冲浪的会员救起来的 那另外一次在新竹 也有一位玩水的细水者 但那一位也没有事情 就从外面把它拉进来而已 所以因为我们就是刚刚所说到的 必须在有风的地方 我们才会去那活动 那相对的就会有浪 那就会有流 那就会有细水的人 他们可能就发生这样的事情 你看活着的这些学生 是不是也很内疚一辈子 总之这个出外 这个意外就是非常多 今天感谢两位来宾 来到节目当中 也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